在南海看中国啥都不顺眼的美国人,最近,竟然将目光盯上了中国渔民。 美国猛个挂着南海知名的智库发表了一篇报告,对中国南海的渔民打交指责。 该报告指称,中国渔船在南海争议地区大量出现,但是摆出的队形却非常奇怪,因为这些队形太密集了,完全超过了正常捕鱼的需要。 据此,这个美国智库称,中国渔民志在不务正业,肯定了受中国政府之命重当南海民兵,以增强对争议地区的事实管控。 最后,这家美国智库还不忘发出呼吁,希望南海州的国家出面,对中国渔船的异常动态表示关切。 美望称中国渔船不务正业,当民兵对于美国智库这个指责,中国网友都觉得非常可笑。 因为南海州岛礁都是中国的领土,中国渔船在南海怎么开怎么停是中国的自由,哪怕中国渔民是三天打鱼两天傻王,那也是中国他们自己的事情,美国人根本管不着。 至于中国政府给不给渔民补贴,那更是中国的内政,就如美国政府对美国农民进行补贴,别的国家也不能据此妄称美国农民是美国民兵。 也有分析人士认为,这是美国人自己无力面对中国渔民,想借南海周边国家搞施压活动。 大家都知道,美国经常派遣所谓的科学考察船,倒到南海来活动,不过正如美国智库所言,这些美国科学考察船却是不务正业,他们打招科学的旗号,却从来不进行科学研究,反而却替美农接取各种。 情报,是不折不扣的间谍船,这其中最有名的就是美国的无瑕号海洋探测船。 美国人打招科学的旗号干着间谍的勾当,自然引起了中国人的分开,因此,当美国间谍船在南海活动时,总会有很多中国语泥自发的前驱围堵,并切割美国的声纳探测设备,以致美国间谍船不得不打出了声纳无通透的无用的标语。 美国间谍船被中国渔船,干扰从美国间谍船和中国渔民的多次交手可以看出,中国渔民让美国人是吃尽苦头。 虽然美国间谍船披着科学的外衣,让中国军队难以下手,但是,中国渔民在美军间谍船周边,进行为猎捕鱼也是正常的。 虽然美国的间谍活动,受到了中国渔民的干扰,但是从法律上说,中国渔民又在南海自由作业的权利。 美国人对此无可奈何,所以只能污蔑中国南海渔民中国民兵论。 对于美国人的伎俩,南海洲兵国家看得很清楚。 菲律宾就明确地回应,说中国渔民是民兵只是美国人大方面的猜测,菲律宾并不认为这有什么异常。 显然,南海洲兵国家并不想被美国人挑拨,更不想为美国间谍船解套。 因为各国都清楚,南海是中国的,其以在中国有效控制之下,如果让中国渔船离开,那么中国的军舰也会过来,那时,局面将更加加无法收拾。 这么看来,让美国间谍船非常头痛的中国渔民,将是挥之不去的阴影了,非官方发言人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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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